现在我们又来到拜承县 克兹尔乡东南大约7公里的地方 它距离库车已经有60公里 克兹尔迁佛洞 在绵延数公里沙石崖壁上 它布满了人工石窟 大约在公元七世纪开刀 这是邱子石窟中的鼎盛时期 鼎盛时期的绘画内容相当丰富 而且它这个洞窟原来供养人比较富有 在原来洞窟的夹杀很多部位 我们可以看到寡去了 原来都有金 金粉抓了一层 复立堂皇 但是后期被后人所破坏了 那么这个克兹尔石窟主要的特色在哪里 主要特色它就是浓郁的秋辞风格 这秋辞风格怎么说呢 它是一种 从印度佛教传到新疆以后呢 它融合了印度佛教 中原佛教 再加上它本地浓郁的地方特色 这种多种成分融合 它还包括这个希腊文化和波斯文化的这种介入 因为在新疆呢 古代新疆呢 它是一个东西方 这种文化交流商业交流的一个枢纽 重转干的 所以呢 这种多种文化交融以后呢 产生独特的秋辞风格的变化 在这个洞窟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洞窟 无论是洞窟这个形质呀也好 还是这个壁画的构图也好 还是绘画的技法也好 表现内容也好 它在很多方面呢 和洞窟它就是有所不同 哦 是这样 嗯 里面呢 这 这一个涅槃台 涅槃台以前上面呢 有一尊涅槃像 哦 过去有佛像 过去有这个睡佛像 但是呢 后来呢 这些伊斯兰教徒呢 逐渐在长期的这个历史长河之中呢 伊斯兰教呢 逐渐它就 佛教产生的抵触行为呢 造成这些佛像大量被毁坏 毁坏以后呢 我们现在就看不到 这些东西我们就看不到 这些呢 上面你看 有人的棋子 这都是 潮水民族的棋子 顶部呢是飞天和这个上壁呢 它都有八王分蛇类之类的 这样的绘画 这整个墙壁呢 都被凿走 我们可以看 斑斑凿横呢 十分清楚 它原来飞天呢 那地方残于一个飞天的头部 这就是残留的飞天头部 典型秋辞的绘画风格 这座规模庞大的石窟群 最早应开凿在公元四世纪左右 目前所残留的仅仅是石窟壁画 佛像跟碑迹等等 都被破坏一空 在壁画部分 现存大约一万多平方公尺 主要内容是佛像画 佛教故事画 动物 山水 花草 装饰等类 也有不少供养人 及外国画家所作的画 大多已残缺不全 我们从残疾中仍然可以看出 它是布局完整对称 形象逼真 而且色彩华丽 它的造型呢 则融合中原跟西方的风格 公元五到六世纪 是秋辞佛国的鼎盛时期 当时秋辞正值国父名誉的时代 因此石窟艺术呢 也反映当时的国情